Hello,新MSN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Tania,再见呀,我回来了 跳舞,好像大家都听说了,所以对,我会 就是我会挑战这个所谓的 应该说是重新把这扇门打开 以前是,反正之前就有人说过 就是我在新加坡在唱歌,在当歌手之前 我是当dancer,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但没关系,不用查 这次的演唱会真的就是跟以前的表演规格 表演方式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其实到现在我一直没有透露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我也需要一段时间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去练习啊,去做什么 所以会觉得说我不想给自己更大的压力 就跟大家说,哦,我会做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到时候做的时候,大家就觉得 对吗,所以还是,就让我好好的 就是先把东西弄好 到时候我觉得,我希望大家抱着的心态就是 来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秀 而不要去说,哦,我一定要跟大家报告 谁是特别嘉宾 我将会掉钢丝,还是我会游泳之类的那种东西 就是,因为它还是,毕竟是我在,呃,那么多年 终于就是累积了很多首歌 然后终于在一个,呃,一个场地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那么多年以来的,呃,的创作,这样子 对 呃,不是,不是40哦,是41 我完全没有在倒数 没有,因为很好笑就是这几年 好像每一年,呃,我们都会去,呃,用好玩的心态去,去算一次 好,哎,今年的运是如何,这样子 后来,算了,这四年这样算下来 每一个,去到的每一个算命师 就是,看着我的那个什么牌就觉得说 嗯,你还是,就是现在事业比较重要 对,就是完全没有在跟我深入的讨论感情这件事情 就是即使问了,还是他们会觉得说,嗯,那人好像没有在周围 还没有出现 所以,呃,后来只有一个人跟我说 你好像是晚婚,你真的就是晚婚 你还是好好地专心在事业上 所以我那时候就默默地接受了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多意见的一个人 然后就是很多事情,我不是说我很聪明 是,但是我会觉得,因为我从小就非常的独立 那像换灯泡,我很快就学会 那像有一些,一些technical的东西 什么电脑接线啊,电脑器材啊,那些东西 我自己都,都是我自己接线的 那如果说,今天我一个,来了一个男的 然后,你就是希望说,欸,亲爱的可不可以帮我换一个灯泡 然后他在那边很,手忙脚乱这样子 我就会,就有点,可不可以快一点 你知道,所以我害怕我会有这样子的不耐烦出现 所以他一定要比我更厉害,的那种感觉 我的朋友都说,我不能太,就是有时候要,要装笨一点 对,我有装过,好难,很难 但是我有啦,就是,我后来发现 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有,有,在做一些事情 后来我就,就需要一些,呃,什么,呃,男性的帮忙 男,男性,不,就是在工作上 后来有一天,我,我在解,我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 呃,就是很,那件事情很急 然后我就,我突然间嘟起嘴 就,可不可以帮我一下 后来他真的就是,他本来他,就是那种态度非常坚定 他就说,不行,不用,就这样子 然后我就开始嘟嘴,不要嘛,就,来嘛,就是给,帮我嘛 后来他真的,他真的就开始帮我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好像,嘟嘴还不错 哈哈哈 那我当然也是希望说,有一天我会 对,在一个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状态中 呃,碰到,这个人,这个,I don't know who,谁,这个谁 在打歌,哈哈,呃,对啊,然后到时候 我,我希望我是那种,他不会让我 有任何的顾虑或者怀疑 对,因为我是一个防备心,算,算蛮强的一个人 咱们 节目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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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